我們上課了 我們來看一下最後一個單元 起異性檢定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怎麼去做接下來的分析 我們將所要探討的這一個屬性分成C類 因為現在是R個母體 那你的這一個分類的屬性 屬性做分類 有C個 C個複次的事件 剛才是兩個屬性 所以各有R個跟C個的事件 那現在講事件就只有C類複次事件 依次為A1 A2到Ac 然後至Di個母體戳起Ni個樣本 那它的列連表就變成這樣 我們看一下 各位看一下 你看這個左邊有母體 那從第一個母體裡面戳N1個樣本 所以這個時候 這個的角色變成是一個樣本的大小 剛才這邊是這一個 每一個屬性所對應的這個大小 隨機變數 它本身是一個隨機變數 但是這裡是一般的數值 你可以事先決定 我第一個母體要抽100個樣本 第二個母體要抽80個樣本 你可以先決定 好 那第一個樣本N1 那裡面的每一類 每一個屬性到底會有多少個值 不曉得 所以你看會有O11 O12到OEC 下標有兩個 我再重複一遍 前面那個值代表列 所以O11 O12到OEC 前面都是1就代表第一列 以這個題目來講就是第一個樣本 來自第一個母體 第一個母體 那後面的123到C 表示是每一個事件 每一個事件 你是來自於某一個事件 所以它的這個觀察值我們可以得到 依此類推 第二個樣本的觀察值 一直到DR個樣本的觀察值 好 中間那一塊全部加起來就是N 這全部加起來也是N 這邊全部加起來也是N 所以你看到這個題目的時候 你要做一個動作 請看PowerPoint 你要把每一行加起來 這個你不用加 這個已經都知道了 我要抽多少個我已經知道了 那這個不曉得 這個你要自己把它加起來 所以你要把每一行加起來 所以這裡每一個都是隨機變數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隨機變數 它也會是一個隨機變數 所以你把它加起來 所以其實只是換一個符號 這代表每一列的合 這代表每一行的合 每一列的合 每一行的合 其實概念都是一樣的 概念都是一樣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Pi 這個Pi 這個前面那個i 就代表Di個 Di個母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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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j事件發生的這一個機率 Pi J等於Pi Aj 這個符號可能 會有點讓你錯亂 你慢慢習慣 i等於E到R J等於E到C 我現在給你一個顯著水準答法 我們的奇異性的假設檢定 就會得到這樣 這一堆 這堆在講什麼 這堆你這樣看 一定會亂掉 但是你要怎麼看 來 我們看一下 你利用這樣來看 他在研究什麼 研究 A1 你現在看A1就好了 A1這一個事件 然後接下來就是1到R個母體 那A1這個事件來講的話 這R個母體的比例有沒有就相同 對第一個母體來講的話 A1這個事件 它的比例 對第二個母體來講 A1這一個比例 所以你看第一行就好 那第一行的比例有沒有都相同 我們所謂的一致 我們一致的概念就是說 對每個事件來講 我們每一個母體 在這個事件的比例 我們都是一樣的 都非常靠近 那表示說我們一致 這個事件 某一個母體很大 某一個母體很小 那很明顯就不一致 所以你看 你先看第一行 第一行是多少 1E21到R1 到R1 等於P1 等於P1 來 各位看一下 就這個 1E21 R1 等於P1 所以 你這邊所看到的第一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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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所表示的呢 就是前面的第一行 就是這一行 這個比例到底有沒有一樣 同樣道理 第二行 第二行 它所謂的就是第二列 這邊用第二列來表示 好 所以 你就可以再延伸 A2這個事件 每一個母體的比例有沒有都一樣 一直到 AC AC這個事件 每一個母體的比例有沒有一樣 所以 所以你用這個觀念 你來寫 那個H0 你其實寫的就很清楚 那你如果 不了解的話 你去看 那這這麼多符號 你鐵一定會亂掉了 所以 你在看 這個H0的這項寫法的時候 請你去對照一下 我要講一遍 這第一列 所表示的就是第一行的比例 A1 每個母體比例有沒有一致 這個概念 一直到 AC 最後一列 那表示R個母體的比例相同 每一個事件 這R個母體 在這個事件上的比例都非常靠近 那麼我們就有理由說 他們 是一致的 他們對這些 這樣的問題的分類是一致的 那至少有一個等號不成立 如果這個過程當中 有一個等號不成立 那你就破壞了這個結構 所以我們就可以說他不一致 好 我們來看一下 一樣怎麼討論 在H0維珍之下 我們第一個就是PJ都已知 PJ是什麼 來 各位我們在前面 這個 這邊 這邊都假設已知 就是 理論上這些東西不應該知道 你怎麼會知道A1的激勵是多少 A2的激勵是多少 這個就是A1的激勵 這個是A2的激勵 這個是AC的激勵 這個激勵理論上你是不應該知道的 那我們討論一樣 先讓你先討論已知的 在進入位置的 所以我們先假設這一排 這個大小都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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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都已知呢 就簡單了 公式又出來了 OIJ-NPIJ 平常出於NPIJ 觀察值減到期望值的平常出於期望值 從頭到尾都是這個公式 好了 那你的PIJ要怎麼帶 所以各位有沒有發現到 你從上個禮拜開始看適合度檢驗到這邊 其實你都在算激勵的大小 激勵的大小算出來 後面的期望值就可以算了 問題就解決了 所以你全部的時間都花在處理那個激勵的大小 那PIJ怎麼算 PIJ就等於PJ 為什麼PIJ等於PJ 為什麼PIJ等於PJ 來 我們看這邊就知道 來 各位看一下 你看第一列 P11等於P21到PRE等於P1 所以你看第二個指標是1的 就是1 你看第二列 這指標是2的 就是P2 你看最後一列 最後面指標是C的 就是PC 所以你PiJ當然就等於PJ PiJ會等於PJ 你去看那個指標 所以你可以把它改成 這一個 NI 那N可以改成NI為什麼 因為它是每一個樣本 它不是整個一個母體 它是每一個母體抽一個樣本 所以那個N可以改成NI 第一個樣本第二個樣本到DR個樣本 所以它會近視於這個 這怎麼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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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乘以C-E怎麼來 來 我們看一下 各位看第一列 第一列有幾個P變數 第一列的自由度是多少 OE1加上OE2加上OE3等於N1 這一個自由度是多少 這裡有幾個隨機變數 C個 C個的話理論上自由度應該是C 所謂的自由度就是說 你有幾個隨機變數 你的自由度就多少 所以理論上是應該是C個 但是你多了一條限制式 所以你的自由度是多少 C-1 你的自由度就是C-1 第一列有C-1 第一列有C-1 第二列也是C-1 你有幾列 你有R列 這會多少R倍的C-1 就這樣來 就這樣得到 所以 你有沒有看到這個自由度 R倍乘以C-1就這樣來 好 就這樣來 那就OK了 好 那既然知道這個東西是 具有卡方自由度這樣 那你的解測法則就可以判定了 上面是大寫 這邊是小寫 所以你就把紙帶進來 當它超過這個的話 就是拒絕H 小A等於的話就是不拒絕 概念都是一樣 所以你的一個比較重點就是 自由度了 你要掌握自由度 這沒問題 那這個已知是一個理想狀態 正常會面臨的是未知 那第二個Case PJ未知 那未知怎麼辦 就是估計 那你怎麼估計 你怎麼去估計它 來 各位你看這個表格 這個A1 對過來會有一個P1 那個A1是事件 所以你馬上拉到這下面來 它應該會有一個紀律 P1 P1不曉得 P1怎麼算 就用那個觀察值 O-1除以總數 我講這邊比較近 Ac P的Ac 我們就寫成Pc P1 P1 P2到Pc 這個紀律怎麼辦 這個紀律不曉得 那不曉得怎麼辦 你就用這個總數 我做那麼多實驗裡面 我把它全部加起來 全部加起來 除以總數 全部加起來 用這個數來除以總數 所以我用的 用這一個 O-1 O-2 C 來估計 這個Pc 我在這個實驗裡面 屬於A7這個事件 我總共 出現多少次 總共出現這麼多次 在這麼多次裡面 我來處理總實驗的次數 總樣本數 總樣本數是n 所以我觀察的次數 除以總樣本數 就可以用來估計 那這個就是Pc 這個就是它的估計 我用這個來估計它 它都是一樣的概念 所以你每一個都會這樣做 好 每一個都這樣做 所以我們就可以得到 它的估計值 你不曉得你會估計嗎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這個 這個題目其實可以不用逗 已經可以不用逗了 為什麼 因為你只有一類而已 另外一個是樣本 所以這個可以不要 這個可以不要 所以就OJ PJ等於N分之OJ 來估計PJ 這是E到C 這是E到C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那這裡為什麼又這樣來的 你看我說公式是一樣 各位你可以看一下 OJ減掉Ni乘以PiJ的平常處理 Ni乘以PiJ PiJ位置 你的基地都不曉得 基地都不曉得 你就要估計 所以你會用PJ來估計 本來你會用多少 你的PiJ等於PJ 這個東西未知 這個東西未知 所以你會用什麼估計 你會用PJ Hat來估計 你會用PJHat來估計 所以你看你那邊會出現一個PJHat來估計 把它帶進來 PJHat是什麼 PJHat等於N分之OJ 所以你把它帶進來 所以這個東西會進去卡方 而這滋合度怎麼來 滋合度怎麼來 來 在減嘛 你原來的 你上一題 上一題的滋合度多少 上一題的滋合度是 上一題的滋合度是 R倍乘以C減E 你的滋合度是R倍乘以C減E 那我現在還要扣掉 我估計幾個參數 問各位你估計幾個參數 P1 P2到PC 有C個參數你要估計 那各位 P1加P2 一直加 加到PC 等於多少 等於1嘛 那你會估計幾個 C減E嘛 你是不是估計C減E一個 有C個參數 你不用估計要C 你估計C減E嘛 所以你還要減掉多少 C減E嘛 對不對 你原來是這樣嗎 原來是這樣嗎 原來的自由度是 R倍乘以C減E嘛 原來是這樣啊 你現在下一個case 不曉得你要估計嘛 你估計C減E一個嘛 所以等到 R減E乘以C減E R減E乘以C減E嘛 所以 你這邊的自由度 會變成這樣 R減E乘以C減E 所以這種題目的討論呢 還是要由case1開始 你先看case1 再來看case2 你就會清楚 為什麼自由度是這樣 所以你看到這邊的 你發現他說 那這個跟剛才的 獨立性檢定 公式都一樣 R減E乘以C減E啊 那 前面呢 也是一樣 NI代表 DI列的核 OJ代表 DJ行的核 那感覺公式好像不一樣 但是你在計算的時候 是一模一樣的東西 後面比較也都一樣 所以我剛才跟各位講 其實我們今天討論兩個單元 都是同樣一個公式 所以沒有問題 所以他的決策法則一樣啊 你把這帶進來 後面就EIJ 他的EIJ代表什麼 代表DI個母體的樣本數 那個樣本數 事實上就所謂的裂核 那DI個屬性核 就是航核 裂核成航核 概念都是一樣 那總樣本數 所以都是一樣的概念 這有沒有問題 好 最後呢我們來比較一下 這兩個的差異 獨立性檢定呢 跟奇異性檢定都是列連表的問題 都是一個二度空間列連表的問題 那獨立性檢定是針對 單一母體進行抽樣 那奇異性檢定呢 他針對多個母體 所以這是兩個不一樣 其實 單一母體跟多個母體 看你用什麼角度 你其實 你可以把單一個母體一拆開 就變成多個母體 所以為什麼 有些作者會把獨立性檢定 跟奇異性檢定 看成同一個題目 你把同一個母體拆開 我這個母體裡面有大人有小孩 比方說 我剛才有談到說 讓這個外面的這個 戳菸的這個奇異人員進來 那你要讓外面進來的時候 學校的男同學跟女同學 對這件事情 他們的這個意見是怎麼樣 這個同意不同意或是沒有意見 那你如果把男同學當作一個母體 那就是男生 男同學女同學是混在一起 那你現在把它看成兩個母體 男同學是一個母體 女同學是一個母體 那現在就變成兩個母體 所以他只是巧妙的稍微做一個切割 同樣一個問題 所以這兩個問題 你也可以把它當作是同一類 你也可以把它當作是不同 你從不同的角度來思考 所以一個針對單一母體 一個針對多個母體 好 那列種額跟行種額是隨機變數 那這邊呢 各母體的樣本數是事件決定的 那屬性額呢是隨機變數 下面兩個所用的公式 其實都一模一樣 你看公式都一樣 其實都是一樣的 所以 從頭到尾就是一個公式而已 差別在 獨立性檢定跟 極性檢定 它是二度空間 所以會有兩支sigma 那我們前面講的四二度檢定 是一為空間 所以只有一支sigma 這沒問題 所以我們的理論的一個架構呢 我們就談到這邊 那接下來我們就做三個題目 我們就做三個題目就好 獨立性檢定我們做兩題 一題是一般的 一題是二乘以二的 然後再做一題奇異性檢定 我們就 這三個題目我們把它做完 那這一章就結束 那結束之後等一下我們讓各位 課本 課本有一個題目還不錯 你可以算一下 所以 我們來看一下這一個 三個題目 我們先看第一題 來 各位看一下 所以這個 PowerPoint我就不用了 我就不用了 來我們來看一下 請各位看 第13章16頁的立題13.5 我們來看這一題 立題13.5 根據調查呢 對於某一個卡通 學生 我們把它分成小學生 中學生跟大學生 還有他的喜歡程度 分成喜歡普通跟不喜歡 那我們來這一個檢定 學生的分類跟喜歡的程度 是否獨立 我們以前都認為說 卡通不是小朋友才會去看嗎 那 這個大學生好像不太會去看卡通 以前我們當學生的時候 至少我們是不太會去看卡通的 可是今天好像卡通 製作的品質已經不太一樣了 不要說連大學生 連很多老師聽說也在看 所以這個可能 時代不太一樣 因為很多技術 裡面很多技術 可能會吸引你去看他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學生的分類跟這個喜歡的程度 到底有沒有獨立 有沒有獨立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一題 這一題我們怎麼處理 請你好好看一下 他的做法都一樣 所以你務必這一題好好看 你會有一題會 其他就沒有問題了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得到的資料是這樣 那學生的分類 這個 就代表小學生 中學生跟大學生 跟那個喜歡的程度 所以你這邊可以寫 H0 學生的分類 以這一個喜歡的程度 以這一個喜歡的程度 是獨立 那H1呢 這邊是相關 好 那你看到題目的時候 有時候這個東西他不會給你 所以你要自己做夾 那你就把它加起來 來我們來自己 我們來算一遍 你把列加起來 來第一列加起來就多少 加了多少 100多少 163 第二列呢 253 第三列加起來 184 不要連這個都算錯了 你看 這個三個加起來就等於600 那如果這三個加起來 不是等於600 就表示你算錯 你不要演這個很簡單 我跟你講 我每次改好件的時候 還是會很多同學算錯了 一樣 這邊多少 175 那這邊 210 這邊 課本有錯 215 改一下 課本這邊寫235 課本這邊寫235 改一下 215 好 來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是最容易拿分數的 來各位看一下 黑板 你所看到這些數字 這九個數字 就是所謂的OIJ 所以我們就下解測 我們的解測是 拒絕H0 這個公司你把它寫下來 總之 你這幾張都是在比大小 就是一個解測法則出來 那你把這個算出來 然後兩個之間大小比較一下 所以接下來你呢 你就要算這個值 你這個東西要查表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題目呢 R是多少 1 2 3 這裡的R就等於3 C呢 1 2 3 C 又等於3 所以R等於3 C等於3 所以它是3乘以3的一個列連表 所以各位看黑板 你現在所看到這九個值 這九個 這九個就是OIJ 所以這裡的OIJ已經出來了 這個 同學你要注意看喔 這一張就是這個公司 你如果連這個都不會了 那我也沒辦法了 就是這個公司 我還是那一計畫 一次就讓它過關 你期中考在考什麼差的 我期末考會再給你一次機會 好 那 你如果說 以後要再來重修一次的話 那你就自己看著辦 來OIJ已經知道了 接下來EIJ EIJ就是期望值 來 期望值怎麼算 來 我們來算 這個 你在算的時候 你就把它框起來 你現在不熟啦 所以你要寫 等一下你熟的話 你直接用電子計算一按 就把資料帶進來 就把它帶進來 來 這個你怎麼算 列的核乘以行的核 除以總數 來 這個位置 列的核是多少 163 乘以行的核多少 175 除以多少 600 那你考試的時候 你不用那麼麻煩 你就電子計算去按 馬上按 馬上把這個紙算出來 寫在幹嘛 刮起來 用刮號把它刮起來 你等它帶的時候 你才不會帶錯 那這個位置怎麼算 這個位置你怎麼乘 多少 253 253 253 乘以多少 210 除以多少 600 除以600 這都一樣 我先乘幾個 等一下我把它插掉 我們把答案寫進來 好 再來 這一個呢 這個怎麼算 184 乘以多少 215 注意多少 除以600 那這個呢 這個位置應該怎麼算 163 乘以多少 215 除以多少 600 好 最後一個 這個位置應該怎麼算 253 乘以多少 175 除以600 OK 裂合 乘以航核 除以總數 這很簡單 那你不要連這個都算錯了 考試的時候 你可以帶電子計算機 好 那我現在把它插掉 我們 我們就把 這一個答案 把它寫進來 寫進來 好 來 請你看這一個黑板 你算完之後 你不要急著 來 注意看 你不要急著 代公式 你驗證一下 你只要幾秒鐘 就驗證出來 怎麼驗證 來 你看一下 48加 40加78加57 是等於175 那你這三個 加起來也是175 懂不懂 很多同學會算錯 因為他沒有驗證 所以你 你如果加起來 不是等於175 就表示說你算錯了 你趕快改一下 這三個 加起來會等於175 同樣道理 這三個瓜 加起來會等於多少 210 這三個瓜 加起來會等於多少 215 你可以 你可以用直的加 你也可以用橫的加 來 這三個加起來應該多少 163 這三個瓜 加起來多少 253 這三個瓜 加起來多少 184 這就是提供你一個驗證 你多幾秒鐘去驗證 可以確保你等於要算了說 不會算錯 那我在改考驗的時候 你寫到哪邊 我答案給到哪邊 我不會說 這個你算錯了 你也許一個算錯 那你過程都對 我只是給你扣少幾分數 我不會說 因為你這個算錯了 算錯算 那後面差太多 當然你後面劫測錯了 也許我會多扣一點分數 但是基本上 我只是相當性給你扣一點分數 但是我還是希望你小心 不要說因為這邊算的差太多 然後後面的整個就會變化很多 所以為了 這個 確保你計算沒有問題 你最好還是驗證一下 這一點 我來特別說明一下 OK 那出來了 我們來算這一個 那這個呢 卡方值等多少 那這個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特別方法 就只有一個一個算了 來 40 減掉 47.54的平方 除以 47.54 請你不要背錯 觀察值減掉期望值的平方 除以期望值 我改考一定的時候 有些人背錯 他背錯 那背錯 那算出來一定是差很多 來 第二項 60 減掉 57.05的平方 除以 57.05 我後面就不寫 你考試的時候 不能跟我一樣點點點 你考試跟我一樣點點點的話 你是算不出來 因為我們沒有那麼多時間 好 所以我們把它列出來 最後一項 64 減掉 65.93 的平方 除以 65.93 好 這個值 算出來是 2.3491 考試的時候 你可以帶電子計算機 那電子計算機 要怎麼樣靈活應用 你就自己要 去 去看你的這個計算的習慣 你可以 算一個寫一個 算一個寫一個 比較保險 然後再把它夾起來 那至少你算錯算對 你要去檢驗 也比較 比較容易 那你如果一直做累架的話 哪一個算錯了 你就整個都錯掉了 好 那這個沒有問題 來我們查表 這個題目的alpha呢 alpha是給我們0.05 能不能告訴我這一題的自由度多少 自由度多少 自由度多少 3-1乘以3-1 3-1乘以3-1 這等到 等於卡方0.05 自由度呢 4 那這個 查表應該沒有問題 9.48 7 7 來看一下沒有問題 孫 Riv 這樣比大小 這邊比他大 就是季結H0 小1等於它就是怎樣 不季結 好 所以我們可以下來結論吧 從 卡方小1 卡方阿法的 r-1 c-1 這個值呢 2.3491 這個值呢 9.487 7 他比方小 比方小小是怎樣 不季節 好 我們的結論就是不季節一起零 不季節 就是接受這個 就接受這個 那表示怎樣 表示說 學生的分類跟喜歡的程度 他們是獨立的 也就是無關 沒有關係 學生的分類跟喜歡的程度是獨立的 講的比較同時一點就是這兩件事情是無關的 有沒有問題 所以你在這張的解題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這個你會了 後面就沒什麼好講了 來看一下有沒有問題 這個過程有哪一個步驟 你不清楚的 沒有問題 我們再看 13章20頁的例題 3.7 我們看一下例題3.7 假設 這個暴露群 跟會暴露群 其生病與不生病 表格如下 各位可以看一下 這個暴露或不暴露跟生病不生病 那這兩個到底有沒有相關 那個暴露與是我生病到底有沒有關係 這個檢驗出來如果是無關的話 就表示說 你暴露 有某種程度的允許 反正跟生病沒有關係 結果做出來是有關的 表示你暴露就比較容易生病了 你沒有把你的身體照顧好 像這種冷氣房你不要很冷 外面30幾度 裡面如果說20幾度 那這一進一出的話 身體比較稍微過敏的人 你不小心就感冒了 好我們來看一下這個題目 怎麼處理 為什麼我要講這個題目呢 各位你可以看一下那個問的問題 第一題 卡方檢驗子在不需修正的時候 你來算 第二個呢 他使用修正 那修正跟不修正 就不太一樣了 就不太一樣了 所以這個題目你要注意 你面對到2乘以2 暴露跟非暴露 2嘛 那生病跟不生病也是2 也是兩類 所以他是2乘以2 這是最簡潔的一種分類 那最簡潔的分類 他常常會要求你做修正 好我們來看一下這個題目怎麼處理 好我們來看一下 好我們來看一下 好我們講獨立 其實有時候可以講無關 獨立跟無關是有一點不太一樣 那我們這題目就把它當作有關跟無關來討論 所以為了方便就把獨立看成是無關 來各位看一下 像這種2乘以2呢 你在寫這四個最簡單 你只要一個算出來的 其他就很簡單 來這個值怎麼算 齊方值 這個用心算 這個數字都給的很好 來這值多少 這應該怎麼算 100乘以多少 50 除以多少 400 100乘以50多少 5000 5000除以400多少 12.5 所以這就是12.5 好這一旦出來了 你其他就很快了 我講過 這兩個括號加起來等於多少 50 對不對 20加30等於50 兩個括號裡面的資料加起來也要等於50 所以那應該多少 37多少 0.5 你根本就不用再用這樣更快去算 好 那這個呢 這等多少 這兩個加起來等多少 等於100 所以這應該多少 87.5 87.5 那這應該等多少 你要用這邊 用這邊都可以 這邊加這邊等於300 這邊加這邊等於350 那多少 262.5 262.5 好 第一個題目 第一個題目 他問你不修正 第二個題目要修正 那這個阿華呢 我們看一下 阿華就是給0.05 阿華給0.05 好 第一題 不修正 不修正 那不修正呢 那算一下這個卡棒 再加深一下印象 觀察值減到其妄值的平方 除以其妄值 所以我們照樣用這樣 觀察值減其妄值的平方除以其妄值 那第一項 那第一項 來第二項 觀察值減掉其妄值的平方除以其妄值 第三項 觀察值減掉其妄值的平方除以其妄值 那這個 你用電子減掉其妄值 那這個 你用電子減掉其妄值的平方除以其妄值 那這個 你用電子減掉其妄值 觀察看是不是6.86 你可以對照一下 6.86 好 那我們這邊查表 卡方的R化 R-1乘以C-1 C-1 R-1乘以C-1 就等於卡方 0.05自由度1 自由度1 那這邊自由度1乘表示3.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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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把這個講完 好 所以我們兩個比較一下 從卡方值大於 這個值是6.86 這個值是3.841 它比較大 這邊比較大 就是季節H0 比較大是季節頸 那明顯的這邊有比較大 所以季節H0 表示這個是錯的 我們把它推翻 那表示這個是對的 這是錯的吧 這是對的 表示暴露跟生病有關 暴露跟生病有關 所以在 這個就告訴你喔 該穿衣服多穿哪 所以這個就告訴你喔 該穿衣服多穿哪 還是要多穿呢